叙利亚外交部14号表示 以色列持续对叙利亚领土和该地区其他国家发动袭击 预示着局势将陷入危险的升级 从而导致难以控制的严重后果 叙利亚强烈谴责袭击 并且呼吁联合国承担起责任 制止以色列的系统性犯罪 当地时间14号凌晨 以色列空袭了叙利亚南部地区的 一些叙利亚政府军军事基地和大马士革市区的一栋住宅楼 导致一名政府军士兵死亡 另外有三人受伤